国际副官会一起复苏计划 在全台各地如火如荼展开当中 帮助了不少业绩受到影响的苏池餐厅 日前三重的残境中心监似儒宗法师 带领着三重都岛区的干部们 向加入计划的餐厅来买便当 要捐给弱势团体 三重残境中心监似儒宗法师 亲自把热腾腾爱心便当 搅到民众首周 这里是新北市卢州区 身心障碍运动委员会 而促成这次捐赠的是在地热心里长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活光山的师兄师姐们 一直赞助我们这个活动 又送便当 今天是第二次送的便当 有80个 这一天国际防卫中华总会 三重都岛区一口气捐出80个便当 不只送弱势团体 也响应一起复苏行动 力厅受到疫情冲击舒适餐厅 建立社会善循环 原来是张天发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采访报道